如果到现在你还认为买一辆SUV至少要10万块的话 那就真的落伍了 中国长城汽车最近在我国推出了一款叫M4的SUV 由于车价大众化 最基本款只卖4万5千令吉而引起关注 这辆车共有三种款式 那就是Standard、Comfort和Premium 颜色则有银、白、黑、蓝、红和橙色的选择 M4拥有1.5升排气量的四缸汽油引擎 车内共设有五人座位 除了转速表之外 水温、油量、车速都以数字表的形式呈现 而且它还有另一个卖点 那就是省油 据说每100公里只消耗6公升的汽油 不过在这个大部分新车款都标榜节浓的年代 省油的卖点不算太突出 根据中国报车天地分享的试驾心得 M4的引擎有些部分有待加强 就好像身踩油门时 引擎的声浪有点大 还有引擎在2000转达到每小时80公里 和3100转达到每小时120公里 性能表现差强人意 无论如何 它们还是给出了价廉物美的评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